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起她的样子 想起和她的往事 尤其是曾经那些美好的瞬间 像放电影一样 在脑海里重新放映一遍 当然 想一个人的时候 希望她能陪自己聊聊天 陪自己说说话 和她沉浸在带有情感的文字当中 听着她的思念与甜言蜜语 自己的内心会感到莫大的满足与幸福 思念一个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茶不思 饭不想 也不能寐 整个人都会思念的情绪包裹 白天的时候忙碌起来 注意力可以分散 可以和同事朋友说说话 思念的情绪可能还不是那么强烈 可到了晚上 外面漆黑又安静 只有自己一个人 思念的情绪碰上孤独的凄凉时候 就会越加的浓烈 所以思念的情绪在夜晚的时候最为强烈 倘若一个女人在晚上十点后 给你发着四个字 那十有八九就是想你了 她思念你的情绪已经无法隐藏 我睡不着 晚上十点了就是睡眠的时间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好好休息了 毕竟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所以晚上要好好休息 养精 蓄锐 第二天才会有精力 可到了晚上十点 还睡不着 还辗转反则 毫无睡意 怎么努力都无法入睡 那一定会被思念的情绪缠住 思绪 脑子里还在想着爱的人 所以才会根本睡不着 所以当一个女人告诉你 她睡不着的时候 那十有八九就是想你了 她白天可能还没有那么想你 可在夜深人静的夜晚 孤零零的一个人 被黑暗吞噬的时候 就异性地思念你 她脑海里都是你的样子 就是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没有你在她身边 她没有安全感 她内心不踏实 所以睡不着 和我聊会儿 当一个女人 晚上十点了 还不睡觉 还在找你陪她聊天 那不是显得无聊 而就是想你了 因为想你而失眠 所以想让你陪陪她聊天 陪她说说话 哪怕她明知道 你要睡觉了 可她还是希望 你可以陪她聊一会儿 就算你能多陪她说一句话 那也是好的 她的内心 也能得到安慰 此时你的言语 对她来说 就是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当女人 让你陪她聊会儿的时候 不要轻易拒绝 你的拒绝会让她寒心 甚至可能会伤害到她 如果你爱她 就陪她聊一会儿 多多安慰她 既然不能陪伴 那就多多陪她说话话 想我了吗 女人都是含蓄而委婉的 即使思念一个人 也不好意思把思念说出口 而是把思念藏在心里 明明心里很想男人 也不会对男人说 我想你 女人虽然不只是说 我想你 但很想知道 男人有没有想她 她希望男人和她一样 在思念着对方 所以会忍不住问男人 到底有没有思念自己 倘若一个女人 在晚上十点之后 还问你有没有想她 不要觉得她神经错乱 或是她大半夜不睡觉 有病似的 其实她就是太想你了 思念的情绪已经无法抑制 但又不好表达 所以才会不断地追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想她 作为男人 应该用心去体会女人的心情 当女人这样问你的时候 你一定首先要想到 她不是不是想你了 千万不要上去就说 发什么神经快睡觉吧 她会伤心的 梦里见哈 思念一个人的时候 最想做的事情 就一定是见到她 哪怕现实中不能见到 就算是梦里见 也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 梦就和真的一样 就算第二天起来 昨晚的梦 竟依然清晰可记得 她的深情 她的话语 她的动作 就和真的发生了一样 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体验 所以当女人说 想和你梦里见的时候 并不是水口说说 而是真的想和你梦里见 真是因为想你 所以想在梦里见到你 那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更是一种期待 只有这样 她才能安心踏实地去睡 一想到可能有个美梦 她就会带着开心和幸福去睡 因为心里装着她 牵挂着她 所以才会思念 爱有多深 思念就会有多浓 没有爱 哪有思念 所以一个要珍惜那个 会思念你的人 思念一个人的时候 是伤害的 内心是凄凉的 当然还有一丝苦楚 内心空荡荡 百无聊赖 唯一的心灵寄托 就是爱的人 能回应自己 所以当你感觉到 对方思念你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积极地回应 而不是冷淡 只有回应了对方的思念 两个人的感情 才会越来越深 两个人的爱情 才会越走越远 最后 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